南迴改草浦申湧隧道自108年12月23日通车后 双线道的隧道速线却只有60公里 一直受到许多用路人手购病 不过公路总局官网3月26日发布新闻稿指出 将近早在清明节事办南迴改与苏花改隧道速线提升 速线将有机会提升到70公里 根据公路总局官网发布新闻稿指出 苏花改南迴改速线提升 在安全考量下将在清明廉价实施事办 目前初步检合苏花改南迴改路段均有由60公里 提升速线至70公里的空间 考量整体隧道行政安全 完成相关工程调整与行政程序后 就可以提升速线路段 尽早在清明廉价事办 事实上除了南迴改草普深永隧道外 苏花改全路段几乎都是隧道群 最长的观音古风隧道合计达12.6公里 也将同步尽早在清明节事办 清明四天廉价 公路总局除事办住线提升外 仍会依以往廉价的经验 与清明车流特性研判 全力做好输运准备 控管沿线瓶颈路段 调整主线耗制实质 加派疏导人力并发布及时路况资讯 让用路人行车平安顺畅 我们给予力加派疏导人银路段 压梦 转弹